外界新女团Babby Monster于4月1日卸手上迷你专辑《Babby Monster》出道 主打局Shash当时在卖冷榜单闹印,没能空降劲榜 对此网友认为他们的作品没有自身风格 其老涛的审美已经过时了 让不少粉丝觉得Babby Monster第二次出道局再次失利 然而,随着Babby Monster的宣传活动 在不断展现自己魅力和实力的过程中 让大众重新认识了Babby Monster的潜力 尤其坚强的Life实力和独特的个人特色收获中度好评 例如在综艺节目《认识的哥哥》中,乐队Life中 以及近日参加的电台节目所公开的现场演唱 成员们都稳定输出,备赞原生大蝶,举科切拉的程度 因而,最近主打局Shash也发生扭转 因缘逆袭,目前已经飙升至买了日榜第70名,创自身新高 然而根据这个势头,相信排名也会继续上涨 另外,成员亚仙还收获了首个百万直拍 六天直拍百万即达成,可见其热度 后续,babymonster还将有多个舞台 让我们一起多多期待吧 爱到韩社,美儿姐说最新韩语 欢迎你赞和订阅哦